Lio聊世紀 天眼多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要來看阿茲特克人對上波蘭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 阿拉伯蒂圖 先來介紹一下阿茲特克這個文明 這個文明最大的特色是 他的所有支援攜帶量是會加3的 所以經濟來說 是南美的文明裡面 經濟最好的文明 阿茲特克人的打法是比較偏向步兵部分的 他的步兵有龍貫戰爭的關係 所以後期的劍兵勇士 老鷹 還有這個暴勇士 還有這個長槍兵 這個傷害力都是非常高的 那如果需要一些 遇到火槍或是遇到強弩的部分 也可以使用自己的銀罐直毛器 增加戰毛兵的射程跟一攻 讓他的毛兵變成地文戰毛一樣強大 只是血量上比地文戰毛少了一點 那阿茲特克人的後期 是很適合打這個僧侶 配上投石車 還有自己的老鷹 或是暴勇士之類的單位 還有這個戰毛兵 做為主力 那阿茲的生率也是很特別 每點一個生理科技 都可以增加5點的血量 到了後期 全點完了之後 生率的血量可以高達95DC 這個能力是不容小覷的 接下來看一下破爛人 破爛人最特別的能力 是他的大莊園的旁邊 灑下農田之後 可以立即獲得8%的食物 而且破爛人的挖石頭 也可以產生黃金 所以他是一個挖石頭 比較不傷黃金的文明 那破爛人 因為有這個效果的關係 所以很適合打這個塔工狗 經濟場塔工狗 或是阿拉伯塔工都很適合 裝甲塔的部分 我不太確定 但通常塔工能打的文明 裝甲塔基本上也是能打的 那破爛人打裝甲塔 還有一個好處 就是他的村民可以回血的關係 可以用自己的村民 去跟對方換血量 但是這個回血的效果 要到封建時代才開始 所以黑暗時代 他的村民是不能回血的 拉村民出去前 盡量不要拉到殘血的村民 那破爛人 他還有的特色 是他的馬座單位 是非常強大的 有個銀罐 貴族特權 可以讓騎士的造價 只需要30黃金 那金罐技術點下 略克提克遺產 可以讓他的大落馬 變成有這個踐踏傷害的效果 非常的恐怖 那後期的破爛人呢 主要是打一個強奴 肉馬 還有重裝騎士 還有戰錘兵的路線為主的文明 那破爛人本身科技線是很充足的 有大衝撤有火炮 所以工程方面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先來看到天空熊的地圖 左邊是金礦 下方是果子 右上角是小金礦 右邊是石頭 哇 整體看起來其實還不是 欸 怎麼在挖石頭 怎麼已經黑暗時代就在挖石頭了 好 有點 欸 蓋採礦營地了 我以為他是點錯 原來是真的要來開稿了 OK 不然可能是要來打一個 劍塔弓 好 那這圖看起來還不錯 講實在的 只是要圍大一點 所以前期可能這邊要稍微圍一下 或是這邊直接圍到底 如果這邊有探明地圖的話 然後再稍微防一下 用金化連防 或者是直接拉一條線 過來守住大中原 然後這邊再稍微圍過來 這邊再圍到底 那圍小的話是這樣子 那圍大的話就是圍一個口字型 那就不用多說 大家都知道的圍法 那圍小的話就是稍微圍一下 這樣子 好 這樣這樣這樣 好 就圍完了 好 那這個分數呢 我會打個大概二三十分吧 因為地圖上來說 雖然兩片木區 果子在裡面 但是重要的金遺留在左邊 算是比較難受一點 前面這兩塊木區一點偏前面 所以他前起防守 還算是 應該是守得住 但是就是他中後血 會比較難打一點 好 那來看一下MBL MBL的話是 金在後方 果子在前面 唉唷 跟天空熊相反 果子反而是遺留在外面的 後面有木頭兩片 石頭也在右方 那這邊跟天空熊 是差不多產地圖 但天空熊好一點 所以MBL地圖分數 我大概也只有二十分左右吧 個人私自判斷的而已 這我這個評分 大家聽聽就好了 可以不用太認真 那我評分的標準 通常都是以果子 金礦的位置 還有石頭啊木頭 區域分布 還有圍加的難度 大圍跟小圍的差別 做為綜合評分的 評分的考慮因素 其實還算蠻多的 好 那這邊看到MBL 直接拉四村 結果天空熊拉了七村出去 兩邊都想打塔弓 哇 這邊是拉了八村 這是一個互相傷害的節奏了 天空熊第一時間 到達對方的家裡果子區 要在高地插箭塔了嗎 直接不插 往後走 這裡稍微用木槍圍一下 再拉五村到了後方 想要插到對方的金礦 那MBL這邊拉了四村 還在往前走 下的東西是軍營 不知道天空熊會不會看到呢 好 這邊開始踩石頭 這邊稍微把魔防圍一下 好 直接插了一根劍塔 可以控制黃金跟石頭 但是現在工作效率非常差 塔弓的畫面就是會是這樣子 稍微加速一下 看一下兩邊會怎麼打封建Style 好 左邊這邊稍微微一下 這裡有洞 卡個位 被趕出來還是有洞 但沒有關係 天空熊直接下了一根劍塔 這兩根劍塔 直接在MBL家裡建了起來 MBL也是蘇人不蘇陣 直接在這裡起了一根劍塔 但只有兩村在蓋 有點危險 因為兩村去挖石頭 蓋的速度偏慢 天空熊這裡應該是沒有看到視野 所以他這裡沒有選擇去防守 好 看一下天空熊有沒有看到 好 天空熊看起來是沒有看到的 因為黑暗的視野只有一格而已 這個房子 只會點下城鎮瞭望 才會看得到有劍塔 OK 天空熊沒有看到的關係 所以這邊差了一個劍塔 有點難受 而且現在有兩隻老鷹在騷擾 拉了非常多的村民 直接要來硬拆劍塔 天空熊這邊能拆得掉嗎 好 直接硬修 那這邊家裡 MBL是直接棄伐木場逃跑 好 不知道去哪裡伐木了 好 跑到了正前方去做伐木 好 下方這根劍塔 天空熊拉了很多村民的關係 所以應該是可以解的掉的 而且天空熊的村民 還可以回血的關係 所以不太好擊殺 大部分的村民的血量都是滿的 這就是波蘭塔攻的威力 打一打之後血量還很多 天空熊這一波開稿 這個湊得有點厲害 好 這邊再補一根劍塔 MBL這裡要直接馬上補一根嗎 雷王塔 還是要直接用拆的 好 蓋到一半不蓋 取消掉 看到村民走掉 直接用資源點圍起來 稍微圍一下石頭就好 好 這裡再騎一根劍塔 OK 村民在回血 非常強 這邊直接 建起來之後把殘血的收進去 但是MBL的村民已經在前方進行輸出 這根劍塔應該是守不住 這邊拉了一些村民出來打架 因為阿茲特克人的村民是不會回血 如果能換到一兩村就很賺 或是打到殘血 待會就有機會收得掉 OK 這裡有一隻殘血的村民 赤頭有點被卡到 哇 第一時間沒有辦法去收到這隻村民 稍微可惜了一點 現在到處都把劍塔插起來 插起來之後還有用這個木牆 去至於把這個資源點給圍起來 上面這根劍塔其實MBL 可以去做拆除的 只要把這個木牆給D掉 就可以拉個兩村來拆這根劍塔 現在兩邊村民互相 你看我 我看你 這裡有一隻刺頭 沒空 趕快拉走 HAPPY有囉 現在有點尷尬 兩邊都是打一個非常 騷擾對方的一個選擇打法 木頭是不是有點 有點缺啊 這個可能待會要撒農田 不然要斷熱 好 這裡要補一個劍塔 但是看到MBL拉這麼多村民過來 選擇了放棄 但是天空熟這邊村民一直在回血 所以打起來好像沒什麼在扣 這裡又是殘血了 有機會收掉 哇 天空熟這邊一換一 好 再建一次劍塔 這裡直接拉了11個人 開蓋 有機會嗎 感覺有機會 好 這邊想要直接升差 但是後方村民已經在輸出劍塔 後方的劍塔蓋好 收村開始射擊 天空熟這邊可以考慮補一個冰工廠 去點下一級射 點一級射的話 亮望塔的傷害射程更遠 而且傷害也更高 只要這根劍塔建好之後 村民就可以直接上前了 好 硬射這根亮望塔 好 這邊MBL知道要被射了 趕快蓋木牆 但是還是被貼到了 哇 MBL反應非常迅速 但天空熟村民會回血能力 實在是太OP了 好 這邊直接蓋個木牆 想要圍起來自己的村民 哇 圍得很快 天空熟這波 秀滿了MBL的臉 秀爛了 好 兩根劍塔繼續升差 好 這根劍塔 拆除之後 MBL可能會被 控肉才對 好像有點好吃耶 控肉 好 這隻村民被包夾 逃不掉 被貶死 雖然會回血 但是還是沒辦法忍受群毆 群毆傷害太強 村民趕快往外右走 但到處都有村民在伐木 好 這裡有再偷偷挖黃金 要斬出更多的鷹刺猴出來打 好 這裡打算直接控果子跟農田 想要斷MBL的肉 這邊這個黃金也是挖得很開心 那這邊可以考慮一下射箭場 跟這個市集 市集可以哪裡買肉 不然MBL會斷肉 然後導致自己斷村 會蠻傷經濟的 好 天空熟這裡補下輪軸技術 還有一級農 有輪軸技術之後 村民也會稍微 能夠讓他跑速更快一點 對於塔弓有一定的幫助 好 變成0.88的跑速 上方三隻銀匙頭過來 要怎麼解呢 兩邊打了20分鐘 還在封建時代 就知道塔弓是多麼傷經濟的一件事情 天空熊這邊拉特多 好 這邊村民直接反打一下 殘血的偶爾扁一下 第一時間想要收掉鷹刺猴 願鷹刺猴會主動攻擊 但村民不會 村民要手抄才會進行攻擊 等後方兩隻弓箭手過來 天空熊還能繼續騷擾好嗎 弓兵一出現 戰況完全被改變了 阿兩村直接硬扁 後方弓兵 正面 有箭塔帶幫忙輸出 這裡扁掉了一村 但天空熊也損掉了一村 後面也損失了一村 總共兩村 三村被拿下 這一波是MBL的一換三 大成功 這裡終於要補下一個大莊園 哇 在一個奇怪的位置 補了大莊園 這裡家裡還要再圍的意思嗎 還是要去開稿 感覺是要來開稿 好 再一次出發五隻村民 來這裡會撞到對方的鷹刺頭跟工兵 這邊應該看到 MBL我想說 WTF 這裡又拉了五隻村民 這裡大中雲蓋完之後 可以偷MBL的果子來吃 這邊 農田附近的村民都已經走掉了 好 這裡建起了一根劍塔 好 這時候補下了一擊劍 有一擊射 工兵傷害打村民很痛 這裡MBL 工兵要一直補 不能斷 哇 村民再次打架 但是兩隻工兵在後面輸出傷害非常高 天空熊打不下來 死了兩村 第三村可能也要倒地 第四村也是嗎 哇 第四村又倒了 這根劍塔有點想要硬蓋 但太多村民都卡在這裡了 四處都是人啊 劍塔蓋好可能也撐不久 這邊要趕快及時收村 增加一下箭矢的威力 然後去反擊對方的工兵 這邊這根劍塔要修起來 村民趕快來收一下 哇 這個有點太硬要了吧 天空熊 這裡打群架打得有點厲害 但MBL這裡很聰明 直接用工兵去吸引劍塔的傷害 一直在走動 再找機會射擊 把這個殘血的村民給射掉 OK 哇 但天空熊手速很快 殘血的村民又收了進去 後面這邊建了一根劍塔 天空熊有點無力回天 這根可能劍塔守不住了 這根劍塔建立起來有點難擋 好 工兵還在秀 這根劍塔一直射不到工兵 好 繼續修嗎 還要再修嗎 哇 還要再修 這隻村民可能要倒了喔 殘血的 好 但是硬敲 把裡面的村民敲出來就能搞定 但是這裡有死了一村 三隻工兵還在後面繞 這邊打得非常的刺激 好難受 哇 這裡有11村 MBL的村民樹已經死了8村 但天空熊死了13村 兩邊村民樹稍微被拉開了 MBL這邊努力的再輸出工 輸出這邊修建塔的村民 上方正面前壓的村民已經被射掉了 MBL這一波有點小賺 村民樹茶菌已經被打出了7村 這根劍塔繼續在射後放著工兵 這裡要趕快先拉走 不要撤了 不能再打 OK 當然左邊這裡還有一根波爛的劍塔 兩隻工兵走到這邊直接倒地 等著這一波是阿茲 MBL的完全勝利 天空熊這邊有點虧啊 要補下四級買賣一下嗎 黃金有點多 因為一直挖石頭的關係一直在產生黃金 即使他沒去主動挖金礦 這個金礦的能力還是非常好 其實天空熊這邊也可以考慮自己轉出工兵籃 但這邊是選擇下四級 四級轉赤猴 好 稍微經濟協調一下 把所有的金拿去買肉了 你看這個就是挖石補金 經濟補陣 突然的優點 右邊村民 遇到工兵有點麻煩 好 繼續對塔 哇 這裡有十一村 天空熊村民處 差距已經來到了十村囉 但是用自己的村民直接扁死了兩隻工兵 人肉砍工兵 好 這裡出了一些刺頭直接上來硬砍 哇 這個洛馬立大功啦 好 這裡可能要死一隻刺頭 果然 這隻殘血的不敢追 還在對射 設置一隻工兵 村民再一隻拿掉 哇 MBL這邊出現了失誤 村民開始被拉近了一些 39村對上35村 村民差距為4村而已 但這邊MBL是連環塔的關係 村民也不能冒然上前 直接 硬拆 好 把所有的工兵解決掉 這裡再把這塊石頭去給空下來 左邊這4隻村民已經挖很久了 上方的金礦處也是在繼續挖 好 塔弓這件事情天空熊可是練了很久了 再繼續查 直接查木區 出來的村民被追著打 但是工兵過來 赤猴跟村民可能要撤退 因為沒有點一擊馬凱的關係 對上工兵還是有點痛 工兵是封建時代最強大的兵種 他跟裝甲步兵 是為二的 需要黃金的封建時代的兵種 後面這邊蓋了一個箭塔 但是已經被看到 直接對塔起來 直接放棄 天空熊沒有練就 直接跑了 正方的果子也快吃完 這邊稍微收村 進去箭塔裏面補血 上方這塊的金礦我們有被發現 這裡拉了一隻獅子 哎呦 赤猴好像有點失誤 沒有啦 不是失誤 這邊是要來拆箭塔 赤猴來救 這邊又在上次上前想要直接硬拆 這裡直接收村 第一時間用箭塔去攻擊對方的工兵 然後用刺猴去阻止 對方的村民來拆箭塔 這裡一擊馬鎧快要升級好 升級馬鎧之後 就有機會擋得下來囉 哇 這裡MBL要死三村囉 三隻刺猴傷害高打地非常的高 直接收掉了 MBL的村民已經跟天空熊 持平了 這邊再直接把村民放出來 阻止跑到箭塔下面 MBL沒有要放棄 但是現在有一擊馬鎧的攻 馬鎧的刺猴的關係 所以遇到箭矢沒那麼痛了 稍微能擋一下 繼續用自己的料龍塔去輸出對方的工兵 這邊前方的村民可能也要撤退 哇 天空熊這波守得非常漂亮 之後我就去補了過來 這裡要再補一根劍塔 想要再從右方慢慢過去 現在天空熊已經不管他哪裡還有村民了 他想要努力全部進攻這塊區 左邊這邊偷偷在種田 好 補下了品種 這也是我們之前頻道講過的 封建時代最強大的科技 馬鎧 一擊攻 品種 來了 那為什麼是最強科技呢 待會就會知道了 因為補了20滴血 然後又一擊馬鎧跟硬攻 打對方的工兵 或者是毛兵 老鷹 槍兵 其實都很坦 點了一個品種 就代表你的刺頭可以多坦一下槍兵的傷害 這個差距是差很大的 好 但是對方的單位有點多 可能要拉更多的村民 或者是直接刺頭硬上 說明第一時間被工兵集火 被收掉了一村 但是後面有更多的刺頭上來直接硬坎 有品種跟一擊攻的傷害的關係 刺頭稍微能扛掉長槍兵的傷害嗎 回頭反打一下槍兵 槍兵數量一點多 但這一波打起來天空熊好像沒有很賺 看有點小虧的感覺 村民再繼續繞一下 後面有更多的刺頭追了過來 MBL 劍狀不對 槍兵繼續按 但是有太多村民在追 停下來就會被暴打 之後找機會去攔截 拉了一些村民去伐木 目前村民處變成天空熊反超 MBL 後面想要補工兵 結果被天空熊直接反超掉 三隻工兵直接倒地 這一隻槍兵也是瞬間沒有拿下 下方的槍兵被三隻村民圍毆也被收掉了 這裡只剩下兩隻工兵跟一隻鷹刺猴 MBL 這邊大崩 天空熊這邊拉村民反制 打得非常漂亮 右上角這邊又再繼續蓋新的劍塔 這三隻工兵努力在抵抗天空熊 天空熊第一時間也把殘血的村民 拉到了劍塔裡 好 更多的刺猴來解救蓋劍塔的村民 好 上方這邊身插了過來 後方的村民已經被包夾了 天空熊這邊連環塔 插得很徹底啊 這裡村民眾多 總共有26隻的村民 當然MBL並沒有拉村民出來打架 因為他現在有點打不太贏 刺猴 血狼太多了 65滴血 攻擊力還有6滴 比這個工兵傷害還要更高 工兵只有5攻而已 這邊再繼續硬扛 然後刺猴遠防是3 工兵射下只有2滴血 所以這邊刺猴是非常強大的 很難解的一個單位 這裡補下了更多劍塔 讓更多的村民有這個容納空間 可以進去裡面避難 但是村民術已經全部再滿了 還是有一些村民遺留在外面 沒有地方可以逃 左邊這邊還有劍塔繼續射擊 怎麼辦呢 MBL這邊的經濟已經沒有辦法正常運作了 現在村民術反超 MBL分數已經跌落至2900分 分數差距差了1000 天空熊53村 對上阿茲特克44村 村民差距微 差了10村有了 哇天空熊這波打得很漂亮 但是MBL這裡也是蘇人不出陣 在下方插入了 連環塔 兩隻工兵開始往下出 這邊要來深入破蘭的大中原 破蘭大中原如果被空下來就會很難受 這邊可能要再補一根會比較好 這裡不能讓對方過去 但是現在 木頭跟石頭可以再查一根 就要來看一下要不要來 但是正面又突然開打 很多村民想要來硬結 但是後方刺頭太多的關係 所以這根劍塔並沒有拿下 反而讓MBL損失大量的村民 這根村民死了大概約五六村只有 但是下方大量的村民也是直接OIN一波 這裡補蘭跟劍塔稍微有點慢了下來 但是天空熊 要硬蓋 但我覺得蓋不太起來 冤太多的槍兵 還有弓兵 這裡可能要拉所有的赤頭回救 所有的赤頭回救一下 要是可以把這邊的所有村民拿下 MBL就要GG了 這邊村民不能撤 天空熊村民可能要繼續打 然後把殘血的收進去 承認中心裡破蘭塔就可以了 好 赤頭開始輸出 MBL 開始拿槍兵往前擋 但第一時間這邊站到了高地 天空熊這邊高打低 好像也沒高打低 就平面而已 至少不是第一處 好 這邊直接收掉所有的工兵 槍兵只剩下兩隻三隻 這兩隻槍兵收掉之後 這裡的村民 拿不下來嗎 哇 全部死去 這裡村民已經沒有地方 可以討 MBL 只剩下21村 對上51村的破蘭 村民差距30村 MBL相當絕望 天空熊這邊 湊得非常漂亮 好湊好湊 現在村民有點忙 決定要去玩MBL的實況 打到了42分鐘 兩邊還在封建時代 這個 封建塔弓打得過徹底 夠好看 哇 MBL喔 好久沒有遇到這種塔弓了吧 我看他的RP 至少我看了一年多了 至少 他遇到這麼強力的塔弓 沒有幾次 可能有點生疏 確實很少 很少人會這樣打 100場裡面都不會遇到一場 結果這一場就遇到天空熊這樣搞 看到天空熊要成為台灣的戰術大師了嗎 國外有DOT 台灣有SOLAKUMA 天空熊 左邊這邊再次集結 八隻刺猴 這裡要來拆除劍塔 看到弓兵往右走 要去追一下嗎 MBL喔 這裡還沒有要放棄 上方劍塔在拆除 但是又損失了更多村民 好像有點虧 又在死一村 哇 死了三村 這裡時候打出了GG 雖然這一坨工兵跟槍兵再次騷擾 但有劍塔的關係 騷擾不太到 MBL喔 這一波打得有點 有點算硬要嗎 但是我覺得有可能是他真的是生疏了啦 太少人會打這個 這個封建塔攻 剛好天空熊應該也是隨機到了波蘭 波蘭這個文明真的是非常適合塔攻的文明 雖然真的是也很少看到 有波蘭人選擇這樣打 好來看看經濟 經濟的部分應該是由天空熊完全勝利 哇 死了霧 贏了快5000 那石頭這邊是贏了快一倍 黃金雖然是MBL 挖了8000多的黃金 贏了快到7000多 但由於天空熊挖石頭會產生黃金的關係 所以也補正了一些 所以經濟上來說沒有輸得太慘 但後小天空熊的村民直接反車 兩條線直接被扒開 一個直接跌入谷底 一個直接往上噴 這就是經濟差距越拉越大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